有点黏又不会太黏 是婚姻保温的诀窍 刚新婚的小子夫妻 若想拥有一点私人空间 不妨参考黄陵方设计师的独特设计 各自独立的书房和厨房 同时也是串联的空间 夫妻两人不但能够专注于工作与下厨 一抬起头 还能将对方的身影收尽眼底 在一个浪漫的法式简约风的家 我们现在看到的河井和河岸 应该就是巴黎的左岸 塞纳河畔 塞纳河畔说得太好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厨房用玻璃 应该是为了抢它的穿透感对不对 对 一般来讲就是穿透感跟采光 对 可是如果这个地方 原本不是这个样子 那是怎么样 这样的位置的话 那边有一道隔间墙 然后跟厨房都是隔起来的 那这样子 等一下 这样厨房变小了 何然偷偷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 因为屋主他买的时候是预售屋 对 所以他那时候教屋的时候 一上来看的时候也是很shock 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高楼层 我们不是就是要看到河岸吗 却看不到 他是要买河岸景观 但是一进来什么都看不到 是 我们进来看到的就是最shock的地方 就是我头顶上这一个梁 这边有一个梁 对 这一支是梁的 我们里面最低的一个位置 是 对 那他又刚好把 因为我刚刚说墙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把客厅就是切了三分之一的地方 就是压了一支梁 对 那变成走到它是另外一个区块的天花 客厅又变得更小 是 变得更碎了 其实这样厨房非常地小 那女屋主来讲的话 相对就是很不够用 我们就帮他把这个格局做了调整 这个墙面是整个都拆除掉 然后也把就是厨房的空间放大了 那因为他担心油烟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帮他加了这个玻璃格尖 对 用这个灰色的玻璃去做一个格尖 灰色玻璃 仔细看好像以为是紫色的玻璃 对 因为他被空间的颜色已经反射到上面 有点灰紫这样子 不仅看到的景观 也让整个的公共领域都变得非常地明亮 对 我们下期再见